- 喝杯水,休息一下,今天好好休息一下,我要去上個廁所,等他回來 - 要講這個,好啦好啦,先等一下,各位等我一下 - 唐松,我跟你講,唐松走了嗎? - 唐松走了,OK,想跟他講說,其實這個節目是一個專門在聊電影的頻道 - 我們想跟他講一下,因為接下來他們會聊電影,對啊 - 其實你是黃文,我們等一下講黃文啊,其實已經記住12點了 - 等一下,那個子豐,子豐,我們接下來是這個,因為這是一個直播節目嘛 - 然後我是借他的平台來用,然後他們接下來的直播節目,電影講完之後會講 - 這個就比較,因為過了12點,然後這一集會講點... - 請那個XXY上來那個聊一下一線包的事情 - 啊,子豐走掉了,OK,好,那只剩... - 啊,ET,ET是誰啊? - 啊,ET是... - 啊,ET是我們的嗎? - 啊,ET我不知道耶,沒看過耶,對 - 啊,ET兄,我跟你講一下喔,那個,我們現在就是,其實我... - 剛剛你剛剛提到,我是借斑平柱的平台來讓那個張兄進來跟我們討論這件事情 - 然後這個平...我們討論完之後這個平台的時間就要還給主持人斑平柱 - 然後斑平柱他現在接下來就在講他頻道本身就會講的內容 - 對啊,他前面是聊電影,後面就是聊偶技殺的啦,對啊 - 然後我們最近有多一個就是...網友的投稿 - 讓斑平柱有磁性的聲音,來講小朋友 - 我覺得那個... - 那個... - 今天線上... - 今天線上有很多新朋友,不要讓...不要一開始就... - 出現什麼小黃人,讓新朋友嚇人,先聊一下... - 真的嗎?我不想討論了嗎? - 喔,對不起... - 可以聊一下你那個啦,我覺得大俠你可以開始聊你那個啦 - 你上次不是一直... - 今天這個情況可以聊嗎? - 有什麼問題嗎? - 這是放鬆的... - 其實這也是... - 說老實話這也是我剛剛為什麼會失去冷靜的其中一個原因 - 因為... - 聽我過中間話你在吵啊,知道... - 其實... - 好啦,講到神聖性這件事... - 欸我剛剛已經留言留在留言上面了 - 身為楊威力的支持者... - 所以身為楊威力的支持者,我是不能夠接受國家神聖性的 - 這句話... - 楊威力有說過這句話呀... - 國家其實是為人民而成立的 - 失去了國家,人民只要存在,那也沒什麼大問題 - 可是有人在講話? - 怎麼回事... - 欸有一個人進來耶... - 那個什麼... - 哈囉... - 喂哈囉... - 還有ET跟JO... - J-A-O... - 對... - 餵... - 餵... - 你的偷天... - 怎麼有點像阿滴... - 怎麼有點像阿滴... - 阿滴英語... - 阿滴英語... - 阿滴英文來了... - 還好阿滴... - 滴妹... - 欸阿滴... - 那個J-A-O怎麼唸啊... - 九歐嗎? - 六... - 九... - 九... - 九... - 先有人名... - 才有國家... - 而且... - 你覺得我... - 這麼欣賞一個會坐在... - 提督座上面喝紅茶的人... - 我會... - 我會... - 覺得那個什麼... - 去哪個地方該有哪個地方的樣子嘛... - 所以我本來的個性就不是... - 就不能夠認同這種事情... - OK... - 好啦... - Alright... - 欸... - 好吧... - 我想... - 這個... - 這個話題應該打到這邊... - 應該打住了... - 哈哈... - 來吧... - 黃文... - 沒有啦... - 那個... - 欸... - 好吧... - 大俠... - 已經... - 已經延遲了一個月以上... - 已經延遲了一個月以上... - 沒有... - 因為... - 我總覺得今天並不是適合... - 所以你現在不想說囉... - 對... - 那還是... - 你的... - 好... - 我有買喔... - 我有買喔... - 我現在才要進來... - 我現在才看到... - 真的對不起... - 部長... - 部長你要進來嗎... - 好啦... - 我丟東西給你... - 我丟個訊息給你進來... - 我不知道你現在還有沒有那個... - 對... - 好... - 大家想要講話就怎樣... - 大家想要講話就怎樣... -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講... - 十二點的深夜話題喔... - 對啊... - 味道人士... - 不要聽比較好... - 哈哈... - 有啦... - 就是說真的... - 大家都是成年人... - 未滿十八歲... - 請不要繼續待著喔... - 喔... - OK... - 等一下... - 對不起... - 我覺得有點慢... - 人太多了嗎今天... - 唉... - 我不曉得... - 我跟你講... - 如果是我自己開... - 我跟你講... - 請你表達一下意見好嗎... - 不講... - 不講... - 你聽過這個... - 你知道這個梗嗎... - 哈哈... - 我當然知道... - 你知道這個梗嗎... - 啊... - 我當然知道... - 我不知道... - 我對這個問題... - 非常關切... - 我知道... - 全國人民... - 也非常關切... - 我們已經會同... - 呃... - 所有的專家... - 學者... - 一定要妥善的擬定出一個... - 啊... - 良好的辦法與措施... - 相信... - 絕對會有一個非常圓滿... - 和諧的結果... - 欸... - 部長你可以說得再具體一點嗎... - 哈哈... - 我已經說得很具體了... - 我已經說得很具體了... - 我已經說得很具體了... - 部長你可以再說很具體了... - 把... - 把什麼... - 開車... - 上車走了... - 上車走了啊... - 好啦... - 好啦... - 想到部長要進來... - 部長部長... - 什麼... - 我不知道部長有沒有進來... - 我先... - 我丟給他了啦... - 那他等一下要進來再... - 在那個... - 對... - 事實上大俠剛剛也忍不住有留一個言... - 我覺得他講的其實還蠻有道理的... - 其實他有在一直... - 默默的表達一些意見給我... - 呵呵... - 其實那個... - 其實我們... - 我有跟... - 對... -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... - 對... - 不是說怎麼回事啊... - 就是說我覺得... - 他為什麼會這樣子... - 我真的感覺到他必須有難過啦... - 沒錯... - 可是... - 不能因為他難過就... - 要否定我的努力啊... - 而且甚至造謠到那樣... - 因為... - 其實剛剛子朋他有一個很好... - 子朋他講得很好為什麼... - 因為... - 他每一個都... - 他都講成我覺得... - 有沒有辦法... - 子朋在講說他覺得這樣子怎樣... - 可是問題是... - 那個張... - 他姓張還姓成... - 張... - 他跟我同心... - 因為他都說... - 他直接就是冠趣... - 他並沒有加個我覺得... - 這就是一個重點的... - 就是簡單講... - 他就是認定的... - 嗯... - 而且他不是講我覺得... - 他表示說... - 他等於說... - 他是在跟大家講說... - 這就是這樣子... - 他並沒有講我覺得... - 可是子朋... - 他在講說... - 他講說我覺得... - 他表示... - 有加這個字... - 就是一個很重點的個人觀點... - 對不對... - 對不對... - 你個人觀點... - 你只要不是錯誤資訊... - 或者是說... - 你覺得... - 而且後面打個混號... - 嗯哼... - 那我說真的... - 我沒有理由去幹他... - 對啊... - 這個其實到最後... - 其實是涉及到... - 呃... - 我就講過啦... - 其實大家吵架到最後來... - 都是怪大家... - 怪對方態度不好啦... - 對,所以... - 呵呵... - 我曾經有講過啊... - 我曾經有講過啊... - 我說我曾經看到一個... - 車禍的那個現場... - 車禍的現場... - 對方其實根本就... - 兩邊人都沒道理啊... - 對啊... - 其實兩邊人都只是... - 一邊人拿斧頭... - 一邊人拿那個什麼... - 棒子都說... - 安娜啦... - 安娜啦... - 安娜啦... - 就這樣子... - 就看誰先吼吟嘛... - 所以這是一種... - 就很像野獸... - 你知道... - 互相... - 像... - 我們家的貓一樣他會拱起來... - 然後就是... - 互相... - 站對方... - 那這個就是大家情緒起來的時候... - 會進入的狀態... - 對... - 那你... - 當你情緒激動的時候... - 你會發抖... - 你的聲音會... - 不自覺的高起來... - 對... - 但是... - 呃... - 好啦... - 但... - 所以... - 馬大生氣了... - 然後他也生氣了... - 對... - 那... - 馬大生氣的點是認為說... - 你... - 呃... - 不應該... - 那個什麼... - 把他的那個什麼... - 把他這麼多月的辛苦... - 然後講的如果輕巧淡寫的時候... - 而且... - 特權這個字似乎是帶有貶義的... - 對不對... - 絕對是貶義啊... - 是... - 但因為他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... - 的確... - 他其實認為這件事情是... - 不好的... - 但... - 好啦... - 我剛剛一直被捂住嘴巴... - 所以... - 我要講... - 我好想說... - 就是... - 你主持人本來就... - 講後面我擋你了... - 你知道嗎... - 我看到一個網友留言超好笑... - 他說今天根本就是... - 無限之戰... - 無限之戰... - 無限之戰... - 因為這個東西大概到一個鐘頭以後就已經... - 開始做重複的動作了... - 因為你們兩邊的人無法說服對方... - 所以只好繼續重複自己講的事情... - 對... - 那... - 好啦... - 我覺得那個... - 剛剛大俠講的一句話我覺得還沒有道理啊... - 對... - 你說的是... - 呃... - 看一下喔... - 所以我留言留給你的那個... - 你指的是多元文化... - 我覺得是多元文化那一句... - 對...我在吵... - 多元文化跟是非對錯並沒有一定的關聯... - 對... - 多元文化... - 與是非對錯是沒有一定的關聯... - 你沒有辦法去界定多元文化這件事情是對還是錯... - 對... - 比如說殺人... - 你不能支持那種... - 無條件的... - 無意思的去殺人... - 然後說這是多元文化... - 等一下... - 殺人第一段會不會差太遠了一點啊... - 對...的確是差太遠了... - 但是... - 這種如今的事情你不能無限上綱... - 不能把... - 解釋事情不能做任何的無限上綱... - 對... - 這一點是... - 真的... - 不能無限上綱... -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... - 對... - 多元文化要尊重... - 可是有些事情跟多元文化有關... - 有些事情是是非對錯... - 對... - 嗯... - OK... - 對... - 可是我的觀點則是覺得... - 這件事情... - 如果是問我的話... - 不問馬大... - 因為他現在... - 他們一直認為我們其實都是... - 好像... - 應該要擁有同一個觀點... - 但是我並不認為... - 我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有不同的觀點... - 對... - 所以... - 呃... - 我覺得馬大他其實... - 是有獲得一般人沒有的權利... - 這件事情是沒錯的... - 因為他... - 是總統府讓他過去... - 別人... - 沒辦法讓他進去嘛... - 對不對... - 就只有他獲得了... - 那他申請了一個月... - 也很多人申請了一個月... - 但是你不能夠因為這件事情去怪... - 哇... - 這個星戰團體有問題... - 因為很多人都一起在做這件事情... - 那... - 你可以去怪總統府... - 為什麼只選他不選我啊... - 對不對... - 這其實是你到最後... - 感覺出來... - 他很在意的這個點... - 對啊... - 那... - 但是話說回來... - 總統府選這個團體進來... - 這是對的還是錯的... - 我不認為他是錯的... - 我甚至還覺得說這件事情... - 星戰在台灣... - 其實一直都不是很多人注意... - 那今天他釋放了善意... - 要讓... - 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... - 他這文化本身也不是錯誤的事情... - 他也... - 我講過... - 我剛剛爆氣的時候有說過... - 他也不是犯罪團體... - 他不是販毒集團... - 他也不是道德低落啊... - 他本身基本上是一個不錯的文化... - 環境啊... - 那你為什麼會認為他不應該站在上面... - 對... - 所以其實這一點... - 其實我不能夠接受... - 而且因為... - 你不是講說他拿了... - 這件事情... - 讓我也是很痛苦... - 為什麼... - 因為... - 如果你真的是... - 喜歡... - 動漫畫... - 或者是你喜歡這種文化的話... - 你就不會認為他不應該上來... - 他應該是跟其他的文化應該要有平等的... - 要有平等的那個什麼... - 地位才對... - 哪怕... - 金庸... - 沙斯比亞... - 他為什麼不可以跟菲斯丹丹放在一塊... - 以前... - 沙斯比亞以前可還是平民文化... - 還是他過了三百年以後才可以... - 過了幾年以後就變成... - 你要過五百年以後就可以嘛... - 對啊... - 所以我不太能夠接受這種事情啦... - 因為... - 文化就是文化... - 你不要說三百年前的人比較偉大... - 那就是中國人最喜歡的那種崇古概念嘛... - 孔子永遠最厲害... - 都是神... - 永遠沒有人比孔子還要厲害... - 這是我們... - 這其實是我們的文化的問題... - 就是... - 我們覺得老師好像永遠都要比弟子厲害... - 弟子永遠不能夠超過老師... - 所以每個人在講的時候都一直在講孔孟... - 孔孟... - 孔孟... - 對不對... - 我明天講古代聖賢... - 好像他們都... - 每個人都... - 那個什麼...都... - 不食人間煙火... - 然後他也不會遐想女孩子... - 然後他... - 他晚上不會打手槍... - 我絕對不能接... - 不可能... - 他就是人啦... - 他就是人... - 所以你應該要把他從神主台上拉下來... - 他其實跟你是一樣的... - 那在這種共同點上... - 你跟他沒有什麼不同... - 對... - 這也是我們講說我們不要重陽什麼... - 也是同樣的道理啊... - 外國人其實也沒... - 比較了不起啊... - 屌比較大嘛... - 沒有 絕對不是這樣子嘛... - 他們腳真的比較大... - 好他屌比較大... - 那又了不起啊... - 他生孩子也是一樣啊... - 對... - 問題就是在於... - 他們沒有比較了不起... - 他們也會做傻事... - 那也是一樣... -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... - 大家就是... - 你如果沒有從這個出發點... - 我們就沒有所謂的... - 多元文化並程這件事情了... - 我們就沒有所謂的... - 平等這件事情... - 那在這種狀態下... - 為什麼總統府不能邀新蛋團體去... - 總統府可以邀鋼蛋團體去啊... - 不行啊... - 對不對... - 他們不能邀同仁治團體去嗎... - 為什麼不行... - 對... - 這也是我在之前... - 老師為什麼我其實... - 要把這個東西改出來的原因... - 我一直都覺得... - 色情其實不是什麼問題啊... - 更何況你要講這件事... - 好... - 如果你要講這件事... - 低俗好... - 如果今天... - 我覺得你今天在講那個... - 除記問題什麼... - 可能是個問題... - 可是今天你對著一個畫... - 畫出來的東西... - 然後它是憑空的... - 然後你對它產生性幻想... - 這件事也不可以... - 然後... - 我就會覺得... - 你們的那個想法真的有點奇怪... - 好... - 你要說你自己的想法保守... - 對... - 那你在... - 表達你這個觀點的時候... - 你就不能夠阻止我要表達我的觀點... - OK... - 好吧... - 好啦... - 這個... - 算是... - 餘禁吧... - 這是... - 壓... - 壓... - 稍微壓制一下... - 從今天開始這個頻道... - 除了那個線包以外... - 又有兩個新的梗... - 對... - 神聖性... - 神聖性... - 超規格... - 創造一堆金句... - 真的... - 超規格是他一直很想要去強調的事情... - 因為他認為說你們就是獲得特權了... - 對... - 但是我其實一直覺得到最後糾結這個點是沒有意義的... - 因為... - 對... - 他的確是放權給你啊... - 但是有什麼不可以... - 因為他也放給別人嘛... - 所以那也是... - 你要說這是特權... - 那也可以是特權啦... - 沒錯... - 可是那個特權並不是行戰擁有... - 是... - 是總統府擁有的權利... - 他放人家進... - 而且... - 誰都有機會... - 誰都有機會... - 但是由總統府選擇... - 啊今天就是... - 是... - 今天就是你... - 怎麼講... - 就是總統府今天覺得你... - 他對... - 有助於他呀... - 當然你也可以說他其實是... - 因為有人在講說... - 啊... - 這件事情可能是執政黨方面... - 對於這件事情覺得想要拉攏新戰民... - 對... - 我不否認... - 但是你覺得新戰民不應該抓住這機會嗎... - 哈哈... - 嗯... - 今天如果他... - 今天如果想要跟... - 想要面見半屏處... - 然後那個時候想要跟我握個手... - 你覺得我會不答應嗎... - 你會不... - 你要因為他不... - 你要因為這件事情... - 然後那個時候他接受這件事情... - 你要怪罪他嗎... - 我覺得這件事情... - 呃... - 是不合理的啦... - 不合理... - 為什麼他願意見你... - 你為什麼不去... - 所以你認為他應該... - 那個時候不應該見你... - 那個時候不應該見你... - 應該見我才對這樣... - 其實... - 是不是這個意思我也不知道嘛... - 對不對... - 好啦... - Alright... - 你們... - 如果你們有去他的臉書看... - 你就知道他其他代表的... - 其實... - 一部份的團體... - 對啊... - 這我就不想你們自己去看... - 這件事情我就不知道了... - 因為這件事... - 我不想要對這件事情... - 做其他的影射... - 我今天才知道... - 因為你... - 對... - 你前面有講... - 但我其實覺得這件事情... - 我... - 不想要不予置評... - 對啊... - 你們自己去看... - 欸... - 我跟你講一下... - 那個... - 你看喔... - 其實... - 剛剛辦書講說... - 其實... - 總統府在以前就一直有邀... - 也看得到嗎... - 就是有邀那個... - 小朋友去玩啊... - 或者是有邀育幼院過去... - 其實... - 就像法米蘇剛剛講的... - 呃... - 他選擇邀誰... - 那是他的特權... - 就像是今天你是個超級正妹... - 你想選誰當老公... - 這是你的權利... - 可是你不能因為... - 你長得...呃... - 柏耀長得比較帥... - 馬可多長得比較醜... - 我選擇馬可多... - 柏耀就罵那女生說... - 馬可多我特權... - 不能這樣嘛... - 對不對... - 有這個邏輯可以... - 其實... - 而且有件事情是... - 一直都很不願意去提的... - 因為那天其實... - 他到時候要提說為什麼... - 不知道那什麼兒童啊... - 或者是一些那個什麼... - 身體不變的患者有沒有機會... - 欸那天有人去耶... - 當然啦... - 那天可是有... - 那天其實是有那個... - 腦性麻痺的心戰迷... - 然後特地被邀請到那邊去的... - 我有幫... - 我說實在... - 我說實在... - 我做這個活動我花了很多心思... - 我其實有幫... - 弱勢團體保留明兒... - 小朋友... - 有要來的話... - 我會想幫他進來... - 然後你本身是... - 我說實在的... - 那個... - 你本身是腦性麻痺... - 或者是有一些肢體障礙的人... - 他們願意來... - 這就是勇氣了... - 你知道嗎... - 所以他們要報名... - 他沒COS... - 我也讓他來... - 我其實接下來... - 的確是要做這方面的公益活動... - 我有在想... - 我有在想... - 是啦... - 應該是說... - 那個地方其實是... - 有弱勢團體的... - 為什麼不行... - 或者你跟我報名... - 應該是說... - 你大概就知道說... - 好... - 那總統府現在能夠接受這種... - 這種氛圍的人... - 那你現在... - 你如果真的想要讓你家小孩... - 過去也可以... - 但是我其實覺得他... - 他講的目的不是為了那個啦... - 對啦... - 因為打從一開始都在講... - 那個什麼... - 有攻擊性... - 或什麼... - 其實這個其實已經是... - 想辦法要找... - 找理由去講這件事情... - 對... - 所以... - 對啦... - 當然... - 當然... - 這件事情就沒有什麼好那個了... - 因為我本來期望的是... - 我們能夠互相交換邏輯... - 當然... - 我不能否認... - 我其實希望我能夠說服他... - 因為我本來... - 本來有非常強烈的主觀意識... - 我看到他的年紀都... - 我覺得應該很困難啦... - 因為他應該是一個... - 是... - 但是這件事沒有辦法... - 我連我爸都不能說服了... - 何況是... - 何況是他呢... - 對不對... - 我連我家裡面的人都不能說服... - 但是我有跟我爸講這件事情... - 你不能夠容忍我的價值觀... - 但是你要習慣我的存在... - 你懂嗎... - 就是我要一直跟你講這件事情... - 我也要不怕吵這件事情... - 你每次一直在否定我... - 我也還是要一直不斷的強調我的存在... - 到有一天... - 你開始見怪不怪的時候... - 你就可能是開始稍微容忍我... - 你就大概稍微能夠理解我的存在... - 你就知道... - 啊... - 我家兒子就那樣... - 的時候... - 你就已經大概能夠容忍我... - 這是一種潛移默... - 就有點像是... - 有貓到我爸家的時候... - 就是我媽開始養貓的時候... - 我爸很討厭他... - 真的為了要強調自己討厭動物... - 就真的很... - 就是常常會欺負他... - 直到有一天呢... - 我... - 家裡面的貓小虎... - 坐在椅子上... - 然後我看到我爸在罵他的時候... - 我突然間覺得他們其實... - 他是喜歡他了... - 只是他不知道了... - 在交流了... - 對...他們... - 當他突然間跟貓講話的時候... - 這件事情... - 本身已經是喜歡上他了... - 這是潛移默化的... - 所以我們在交流也保持對對方開始了... - 所以... - 應該是說... - 我們可以各自表述... - 表述到... - 對方習慣了... - 綜藝其實是那個喜歡馬可多... - 沒有啊... - 那要變成你要不斷的去... - 你要一直不斷的去... - 在他面前一直不斷的講這件事... - 講到他已經習慣你的存在... - 講到他覺得這件事情是習以為常的事情... - 對... - 好啦... - 我今天反對他是主持人的獅子... - 對... - 我不能否認這件事情... - 因為你真的講太多了... - 你真的講太多了... - 對阿... - 你不能... - 我就說... - 我... - 你想說你應該很冷靜的你知道嗎... - 你應該是認識很冷靜的人了... - 哇塞... - 剛好... - 其實我還蠻容易失控的... - 對... - 我其實是很感情的... - 你沒有這樣失控過... - 說真的... - 我認識你這麼久... - 沒看你這樣失控過... - 真的... - 好像是堆疊下來的... - 沒有... - 其實還蠻容易失控的... - 而且我其實還蠻叛逆的... - 對... - 對... - 我想大俠應該可以感覺得到... - 你年輕的時候蠻帥的阿... - 我其實... - 我其實很倔阿... - 欸... - 怎麼大家都發現了... - 還有005年的照片... - 完了... - 哇... - 哇... - 超帥... - 完了... - 原來大家都注意到了... - 完了... - 我再給你看一下... - 這個是總統府邀請... - 育幼院的... - 機具裡面的照片... - 好啦... - 其實一直都有啦... - 因為... - 各式乾紅旗一直都有... - 但是他就是視而不見啦... - 所以... - 這就是我比較沒辦法的地方... - 因為我一直提供... - 好啦... - 這個已經沒有什麼好那個... - 但是我其實還是希望他能夠習慣我的觀點... - 當然... - 他可能會... - 他可能會不願意看... - 但是... - 事實上... - 即使是我... - 我也不願意去取消按他的讚... - 為什麼... - 因為我... - 一旦我在臉書上這麼做... - 我到最後就只跟我同文成在一塊... - 這樣子不行... - 是啦... - 因為其實... - 他講... - 那才有重點... - 為什麼我要去戳破他說... - 他說... - 社會這樣子... - 因為... - 臉書是一個同文成很嚴重的地方... - 你懂我意思嗎... - 因為... - 你會發現... - 他的文人... - 他就算斷章取義... - 下面的人也都是挺大的... - 他們留言都是... - 因為... - 大家其實留言不會想要去得罪發言的人嘛... - 對不對... - 所以會留言都是在講他怎樣怎樣... - 就是... - 他只要是斷章取義的東西... - 下面的人會挺他... - 他就會覺得... - 他是全世界都對的... - 而且... - 同文成就是問題... - 對不對... - 就是這樣說... - 所以為什麼要去收集媒體資料... - 我要知道說... - 哪些地方有在講... - 我不好的地方... - 是啊... - 好啦... - 希望大家... - 好啦... - 開喜歡吧... - 大胖南英武你說什麼... - 你拿給有吃檳榔的朋友看他就借... - 什麼東西啊... - 什麼... - 口腔癌的手術... - 欸... - 我在點小黃文... - 你們為什麼在聊口腔癌啊... - 好吧... - 好吧... - 那個... - 好啦... - 感謝大家今天... - 我記得那個... - 他那個存檔... - 一開始都只會有... - 最後兩小時嘛... - 對對對... - 一開始只有最後兩個小時... - 一開始只有最後兩個小時... - 所以應該會在... - 剛剛變那個對話的... - 那個最尾巴... - 對... - 還說那個... - 這個存檔要不要等Youtube... - 他整個整理完... - 五個小時都出來的時候... - 再釋放出來那個... - 呃... - 也是看緊... - 可以啊... - 也不是不行... - 那應該要過一兩天吧... - 對啊... - 好吧... - 對... - 對... - 好... - 因為大俠的說法... - 所以決定... - 好... - 就這麼做吧... - 欸... - 不過Youtube在轉檔之前... - 出大有辦法... - 去剪前面的地方嗎... - 呃... - 其實是有啦... - 對... - 但是他需要轉檔... - 因為一般來說... - 我為什麼會這麼做是... - 因為通常那個... - 我都會直接... - 怕有些人可能急著想要聽吧... - 所以我就乾脆就先幫他... - 因為他一開始會先從... - 自動會是非公開的... - 他轉完了以後... - 然後才那個... - 但是我其實可能就會直接把他設成公開... - 讓你們去聽... - 所以有時候我都會看到有些人說... - 欸... - 為什麼只有最後兩個小時... - 因為... - 呃... - 每個禮拜... - 每個禮拜出大都要解釋一下... - 因為他每個... - 因為他一開始就是... - 你如果超過三個鐘頭以上... - 他就是先留兩個鐘頭給你看... - 對... - 那前面的都還沒轉完... - 他可能過一兩天才會這樣子... - 今天這一集有必要那個... - 要整體... - 要完整... - 要完整... - 之後才再轉出來... - 你幹什麼啊... - 我剛剛剛剛跟別人討論的東西啦... - 然後只是那個有一個... - 剛好有一個觀眾... - 他給了我一些建議... - 其實我覺得他給的很好啊... - 他特別來私信給我... - 但是他很... - 他非常客氣... - 他非常客氣... - 對啊... - 我不知道他在不在啊... - 我可以跟他說是謝謝啦... - 因為... - 其實... - 他... - 他說他是剛剛看半明書夜未免的東西... - 的觀眾... - 然後他說... - 接下來的內容可能會不約不認同... - 但他希望我把他看完... - 謝謝... - 他很客氣... - 所以我覺得... - 這一種態度是非常棒的... - 你知道嗎... - 對啊... - 他第一個是說... - 我這樣打斷你們會不會... - 我本來已經要收了啦... - 我知道喔... - 我已經在打贏了... - 我已經在打贏了... - 我知道你們快速才進來講... - 因為我剛剛看到... - 我要... - 我要... - 這個他講的其實很好... - 他說第一... - 如果我是為了心戰民好... - 以後半非官方活動... - 請讓我找一個... - 擁有良好公關能力的人員... - 來對外發表... - 不要自己回答... - 因為如果我找不到良好人選... - 就想辦法去找合適的人選... - 因為我非常非常... - 他打了三個非常... - 非常不適合對外來發表... - 唉... - 如果有好的公關能力... - 我幹嘛要跳出來勒... - 都是謀啊... - 都是謀啊... - 應該這樣講啦... - 有時候... - 很多人他是不想惹麻煩... - 所以不願出來發聲... - 你就像是... - 為什麼... - 很多人... - 他們也許出來... - 站個心啊... - 他做得到... - 可是要真的出來講... - 很多人做不到... - 因為他們畢竟... - 經驗有差... - 或者是... - 這方面能力有差... - 你知道嗎... - 他們也害怕... - 又不是像每個人都想說不怕死啊... - 對啊... - 只要講得非常非常... - 好多非常... - 因為其實我... - 沒有啊... - 他講的其實沒有錯... -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... - 對對對對... - 因為我還不是一樣這樣的狀況... - 你要... - 是啊... - 你是有人看到我的直播說... - 你要幹嘛幹嘛... - 就一個人... - 就是一個人能夠做到的狀態... - 有很多人... - 我當然想做這件事情... - 是啊... - 所以... - 好啦... - 所以他說... - 我的心在表示... - 我... - 我也想那是就真的沒有啊... - 哈哈... - 因為大家... - 絕大多數都是明哲保生啦... - 除非有一個人跳出來了... - 那個人跟他立場是一定的... - 我們才會有那個... - 知道嗎... - 對啊... - 然後他第二點就是... - 他就是在幫你說話... - 對啊... - 但是... - 因為... - 他說第二點說... - 在別人的節目叫主持人閉嘴... - 你這樣在說什麼話嗎... - 還有你想邀請別人進別人的節目時... - 要先替主持來考量... - 挑選後... - 合理性的人選... - 要不然就要再入發生今天的事情... - 因為... - 他不知道我們... - 我們之前就討論過了... - 因為我本來就講... - 叫半瓶座你要... - 要請大家... - 按靜音嘛... - 請半瓶座做主持... - 你不要講話... - 我們本來就講好... - 可是半瓶座你是講的嘛... - 所以叫你閉嘴啊... - 對不對... - 我們本來就講好嘛... - 可是他以為就是... - 他以為就是... - 我進來... - 印進來你的節目... - 然後叫你閉嘴那樣子... - 他覺得對你是... - 對你是不尊重的... - 對啊... - 對... - 然後... - 因為他其實不知道... - 我們視線已經有先講好... - 所以我才叫你閉嘴... - 我才叫你閉嘴... - 因為你閉嘴那樣子已經失控了... - 因為我真的很怕說... - 其實他後來也這樣子啦... - 他就是... - 我很怕他講說... - 你們這一群人來欺負我一個... - 我很怕他講什麼... - 我其實已經說啦... - 對... - 因為他最後... - 整個聊天是人都在表達... - 但是... - 呃... - 但是我是覺得... - 並沒有特別一開始就要攻擊他... - 你還記得我在跟你講對話的時候... - 其實一直在... - 試著說... - 我希望這件事情是能夠做... - 是... - 是... - 因為剛剛有一個來跟我聊... - 他說就是... - 他真的說不了那個... - 就是張先生... - 講話都是... - 呃... - 就是... - 如果他說什麼... - 他講話都很... - 以為那種... - 很... - 很高的位置在看你那樣子... - 對啦... - 那他覺得很不尊重... - 那他是這樣想... - 但是... - 我覺得最起碼今天肯來聊嘛... - 對不對... - 然後那個... - 那一個... - 呃... - 就是... - 來私心給我... - 他叫黃先生... - 他說感謝... - 馬大願意看我打的廢文... - 就是... - 他很客氣... - 他非常客氣... - 其實... - 我覺得他像他這樣子有沒有... - 他... - 有先把前以後我講出來... - 他雖然講的是批評我的東西... - 可是我覺得... - 我是絕對接受的... - 我是絕對接受的... - 而且我也很... - 我也很樂意在回他那樣子... - 是啊... - 所以囉... - 就是... - 沒有就是剛好說... - 你知道... - 我是剛好聽得很快結束... - 趕快過來跟他... - 嘿黃先生... - 哈囉... - 謝謝你... - 我看到了... - 然後... - 也謝謝你... - 願意花時間... - 打這些東西給我... - 好...謝謝... - OK... - 我覺得到底要怎麼證明這件事情... - 好亂... - 好來... - 好啦... - 今天就先這樣子啦... - 我本來講的是小凡文作節... - 竟然是馬大作節... - 欸... - 不好意思... - 不好意思... - 好不好... - 誰叫你不念小凡文... - OK... - 我不行... - 好啦... - 好啦... - 因為今天特地開了這場... - 所以做回報... - 找個機會... - 念一個馬大專屬的小凡文好了... - 不要鬧了... - 跟你講... - 我念的話... - 你們絕對... - 你們全部人都硬起來... - 我跟你講... - 拳頭硬起來... - 這就是我們要的效果... - 什麼... - 好啦... - 好啦... - 好吧... - 好啦... - 我希望大家今天不會覺得太... - 太悶了... - 講到這個... - 今天... - 好幾部門... - 你超刺激的嘛... - 對... - 對啊... - 其實那個... - 好啦... - 攝影機的問題其實不是那個... - 就是他本來那個角度... - 沒有啦... - 比較容易那個... - 那不是... - 那不是他要用鼻孔看的... - 是... - 他這樣子擺才聽得到... - 是...他本來就... - 因為他畢竟也不是常常在做直播嘛... - 這樣... - 不是每個人都有... - 這種... - 不是每個人都有那個麥克風... - 或是... - 或者是一個良好的一個收音環... - 是... - 他講到後面... - 一邊講一邊晃的時候... - 我真的聽得好... - 因為他... - 對... - 好棒... - 對啦... - 剩一周... - 留言... - 留言刷超快... - OK... - 真的... - 我都沒時間看留言了你知道嗎... - 對啦... - 好吧... - 好啦... - 今天謝謝大家的那個... - 大家辛苦了... - 對我們今天... - 對... - 在晚上1點45分... - 感謝大家來聽我們講廢話... - 謝謝... - 感謝大家今天收看... - 好啦... - 好啦... - 其實早就預期會破了好不好... - 一定會這樣子啊... - 最高好像有340多個... - 對啦... - 也許你就知道這... - 有100個人其實是對方的... - 哈哈... - 哈哈... - 沒有... - 但後面... - 大家已經完全也聽不下去了... - 因為你看... - 發現他的朋友... - 後來他後面他朋友就走光了... - 喔... - 開始有一半是他的朋友... - 沒有... - 但後面他朋友快來走掉了... - 好... - 好啦... - 接受念假假文嗎... - 不接受謝謝... - 你敢記我就... - 你敢... - 你敢記我就念啊... - 對... - 我在念這個小黃文的時候... - 我也沒什麼反應啦... - 我不會因為說... - 喔這色色的我不要念... - 對... - 對... - 但是你不能怪我會... - 稍微評論一下... - 呃... - 這樣之類的... - 喔來... - 你不要嫌馬大禹猝大... - 我拜託... - 噁心死了... - 靠北... - What the hell... - 用光劍X嗎... - 不要不要不要... - 好啦... - 那個什麼... - 大家辛苦囉... - 對... - 那個早點睡啊... - 晚上... - 1點46分喔... - 晚安啦各位... - 晚安... - 晚安... - 各位晚安... - 呵呵呵... - 帮了嗎... - 帮了嗎... - 感謝您的收看... -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... - 有一個女孩叫甜甜... - 從小鮮長在湖外邊... - 還有許多小朋友... - 笑起相愛又相連... - 這裡的人情最溫暖... - 這裡的人們最好笑... - 嘩 Или... -...